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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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主厨呢来到台湾之后 其实碰到了我们这里的一些这个蔬果呢 其实它也有很多的灵感 源源不绝地诞生出来 所以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 如果来过的话 接下来其实每一季呢 它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经验 来自于在地 来自于这里给它的一些灵感 所以每次都会让大家有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我们今天马上就要进去 然后去体验一下 我们到底这个全世界 大家最喜欢的No.1 Steakhouse 是什么样的风味 亚历山大牛排馆 都有其专属的行政主厨领军 结合外场总经理 饰酒师等成为一个专业的团队 现在外场副总经理Omar 将带领我们一起进入一场 华丽的美食冒险 来到了这个Silicon Valley 也就是我们的矽谷No.1 Steakhouse 那今天呢非常荣幸能够访问到 当然就是他们的副总 就是Omar Omar你好 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在台湾 我们的Alexander Steakhouse 它整个设计的氛围 我觉得非常的contemporary 很现代感 其实我们想要把旧金山的这一套 可以原汁原味的呈现 所以我们有一进来 我们有个吧台 然后有看到很多美调酒 然后再来的话 进来到我们的主要的用餐区 然后是整个 是希望说 我们除了是一个牛排馆 但我们也想要营造出一个 比较时尚的风格 很多国外的一些 这所谓的评论 或者是一些review 大家都带到就service这一块服务 就是没有话讲 我们有个叫做在San Francisco 叫做ninja service 就是我们有一些暗号 可能这个是要插桌子 或是这个我已经插了 或是这个是需要 就是根本就不用开口 对你不用开口 然后我们就可以做到说 看到客人的需要 然后去满足我们客人的需求 ninja service 就是所谓的这个忍者的 这所谓的服务太多 那真的是很不简单 那所以Omar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那我先从前菜开始好了 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台北是用套餐的方式 是类似无菜单的料理 那我们每一个礼拜 我们换一只前菜 但是像这道菜 像哈马吉夏 它是我们很经典很招牌 在San Francisco 非常招牌的一道菜 它用湿鱼的生鱼片 然后搭上一点点苹果泥 然后樽鱼卵 它为什么会叫夏 你稍微把它摇动之后 就是摇动一下 对 然后它就这样 像喝Takirasha这样 一整口这样喝下去 所以这淑女呢 这个稍微也要像忍者 要练过 它整个口感会在你的 你会吃到那个 鱼鱼卵那个滋味 然后还有苹果泥的甜度 我觉得这Amazing来形容 真的 因为其实我觉得 非常的爽口 而且我觉得开胃菜 它即便就是要 刺激你的味蕾 以及到你的食物 一直到你的胃 那我觉得它用了一个酸的 一个sauce在里头 所以它不但是把这个 Hamazing的这个甜度把它带出来 而且呢我觉得最棒的是 它放了那个 salmon roll在上头 所以它的颗粒感 它也是爆出这个质液的感觉 这个真的是唤醒你的味蕾 这个是真的很有名的 再来看Alexander Steakow 它很多的介绍里头 其实它说虽然是 所谓的西式的State 但是它有很多 不管是氛围当中 它们都是想要加一点 Asian Touch在里头 东方的人数 对 所以我可以看到在前菜里头 就是有很多浓浓的 这个所谓的Asian Touch在里面 其实有点像日式的料理 对 因为像我们主厨 他其实他最早接触的时候 他就学过一些日式的料理 所以像这道第二道菜的话 我们就是用腌制的干贝 用甘菌醋是腌制 然后再搭上了我们 很特别的是豆皮 炸的豆皮 会带出一点脆脆的口感 然后会吃到比较甜的是我们的葡萄 所以 它这道是蛮爽口的一道菜 我们叫干贝的Scalop Servier 我觉得 很特别的地方是它加了辣椒 对 一点点 对 所以它在前面是很爽口 然后很酸的 酸酸甜甜的这个酱料之外 很日式 但是突然跳出一个辣椒的 这所谓的Spice在里头 做一个体味 然后刚才你说这个豆皮很特别 对不对 就是您在吃的时候 你就不会只有干贝 就是比较鲜嫩的那个口感 然后带出脆脆的一个 而且一般我在吃到干贝 其实它都是整颗的干贝来Serv 但是我觉得比较特别 它把它Sliced成薄薄的薄片 有点像生鱼片的感觉 接下来这个 它的容器也是非常可爱 这一道菜的话 它有点像贝壳 对 主要是因为我们有海胆 这也是一口吃吗 对 没有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真的我觉得 我好喜欢你们的这个容器 因为其实我觉得容器 都突破以往我们传统所看到的 其实现在我觉得亚利桑那 为什么牛排馆 我们会做的那么比较不一样 是我们除了牛排 我们其实对于每一道菜都是很用心 那以现在来讲 其实有时候盘子也是一道菜的一个元素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在它的呈现 还有让它整个就是口感 然后在视觉上 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些刺激的话 我觉得它的容器也是非常重要 真的好特别 那这一道的话要怎么吃 因为这边有一个类似像温泉蛋 对 它这个是我们的新鲜的母鸡蛋 然后我们在月光米的部分 我们是用海胆奶油去拌炒 所以我会建议我们可以先吃一口月光米 然后它上面有脆脆的 这个是我们的日本青葱 大家给吃吃看 好有口感喔 很香 很香 然后再配上我们的这个青蒜 我们稍微再到时候再把蛋 稍微就是让它蛋液流出来之后 可以拌着饭一起吃 青蒜呢也不会有辛辣的味道 对 它不会有辛辣 它反而是有种甜 对 现在把这蛋化开 哇 这是有机的母鸡蛋 so beautiful 这颜色美啊 好 我们再跟我们的海胆一起 所以它的蛋其实 基本上我们的鸡蛋会是 是带一点甜味的鸡蛋 我觉得整个口感变得 非常的creamy的感觉 然后更滑顺的入口 因为其实我觉得饭 可能它单吃它有这个Q感 然后呢 但是它就是偏主于干的 但是呢 你加了这个蛋汁在上头 它整个就变湿润 然后非常的滑 然后再来就有这个蛋香 跟它的甜度在里头 对啊 嗯 真的好吃耶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前菜都不会抢过你们的主角 就是你们的steak 那这steak其实我觉得真的看起来就是很像主角 很有分量 那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它的这个肉的这个品种种类 还有为什么它这么的有魅力在全球会被誉为 number one steakhouse dry edge的技术 因为这是我们干式熟成的钉骨 当然干式熟成每一个主厨它都有自己的一个方式 但是我们最出名的就是我们的dry edge 所以像这块钉骨的话我们会有 一部分会有菲力一部分会有油温克 然后我们在用龙岩木 我们在烤的时候是用龙岩木去熏 所以会带出一点点那种 龙岩木的这所谓的香味在里面 哇 它这一块的话这边会是我们的菲力的部分 对 油花会比较少一点对不对 但是看起来切起来就非常轻松感觉就是非常的嫩 好 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这个大概是几分 这个的话大概是五分熟 嗯 好香喔 这一块是纽约克的部分 嗯 我好喜欢外面有点焦焦的口感 有点焦香焦香对 然后那个龙岩木的那个味道真的很香 光是这样吃我觉得风味已经十足了 而且你会吃到我们熟成的一个特有的味道 我敢说我们熟成的味道应该 所以目前在台湾不会找到第二奖 真的很好吃 好 然后当然这是我们的纽约克 它是这个油花比较多一点 多一点 然后 那我们可以加一点点的 是有三种盐 那盐的部分 一个是盐植花 这个是我们喜马拉雅山的这个玫瑰盐 然后昆布盐 昆布盐是我们自己做的 我们用那个跟日本昆布去熬 然后做出结晶 然后最后一个是盐植花 三种盐都会带出不一样的味道 我觉得我来尝尝昆布盐好了 可能在外面比较吃不达到的这种味道 当然不管任何这个盐 它带出来这肉会有肉香味 但是 果然是有点昆布的味道 它会有昆布的味道 淡淡的散发在里头 很香 很特别 然后我们再来试一试我们的这个gravy 我们用的红酒其实是用很高点级的红酒 我们用的是几乎是reserva等级的红酒 所以它在做出来之后 它会有一种很农村的一个香气 好吃耶 因为其实呢 我觉得这个红酒pepper corn 它的那个胡椒籽散发出来 是有一点点淡淡的这个味道 就是而且它是不是一次释放出来 它是会在每一口当中慢慢的 去释放 所以这个pepper corn的味道真的很赞 它不强过牛肉 但是呢 它又让这个牛肉非常的加分 我觉得光是一块肉 你有不同的口感 而且加上不同的 我觉得酱料 或者是我们的这盐 也会有不同的风味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块牛肉 真的很厉害耶 就是难怪它会成为 Number one steakhouse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有原因 吃完超大份的熟成牛排主餐之后 Oma又上了一道法国软质起司和甜点 起司搭配酥脆的核桃面包和龙眼酱 口感非常特别 它是软质的起司 有点像Bree的口感 Bree其实它不会味道很重 不会不会 对 然后它的酸度其实还满清爽 然后再搭上了我们这个龙眼 龙眼酱 搭配我们的这个核桃面包 龙眼的 台湾的龙眼的这个龙眼酱 好 核桃面包 很香耶 对 它这个起司非常香 据说这边的甜点也是非常厉害的 没错 我们甜点的部分也是会每个礼拜 根据季节做更换 那我们刚好我们这礼拜换到的是草莓 草莓 草莓 草莓泡芙 然后再加上巧克力 奶奶 哇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 每一道端下来都会让大家为之惊艳 你看就连甜点 我光是看到这个 真的很想赶快吃一口 对 而且我看到它的这个容器 我真的就觉得说 你的盘子真的都好用心喔 你看这就 就好像都很多是森林的一些元素在里面 没错 所以你刚才说草莓 草莓在哪里啊 草莓就藏在我们的这个泡芙里面 这道甜点也是由 亚历山大甜点主厨所制作的 草莓藏在泡芙里 而莱姆冰淇淋搭配 急速冷冻过的巧克力 脆脆的口感很特别 享受完甜点 也是这场华丽的美食冒险 一个完美的Ending 而拥有米其林一新的餐厅 从餐点到服务 绝对不能轻忽 负责外场的总经理 Robert Brooklyn 也和我们聊到 他引以为傲的人者服务 今天你也非常荣誓 能够访问到他们的总经理 Robert Hello Robert Hello 你好 And I understand for Alexander Steakhouse You have a very special service called the Ninja Service Right? You're not supposed to know about that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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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you know I just kind of like I met several of the Ninja And they kind of told me A little bit of secrets So you know I understand that In Taiwan I think the Ninja Service Something new So this is the standard for Alexander Like throughout like back in the States And in Taiwan? Absolutely So is all the sign the same thing? Well I mean I can't give all the secrets away Okay But it's just a This high level of service Just comes from paying attention To every little detail in the restaurant Right And anticipating guest needs I like to think that it's common sense sometimes But it's not always So you have to train that And just you know encourage your staff To think ahead of the next situation Thank you Robert My pleasure So hopefully you know Next time when our clients in you know Taiwan come and visit You know you can show them Some of the different Ninja Service That you provide Okay?That would be great Alright thank you Sí Now Again 台北市最有名的热炒街 辽宁街 是三五好友下班小酌聚餐的好选择 沿途都是热炒 传统小吃的夜市 却有家别开生面 现代装潢的日式居酒屋 邻地在这条热炒街 而显得与众不同 老板为什么想要突破 当地的饮食文化 开家日式食堂 食堂里又有什么料理 让人惊艳呢 今天就慢慢和爱玲 一起探访长鲜 下次来到辽宁街 就有另一种新选择了 欢迎收看明星时尚 我是曲爱玲 我想很多的朋友 听到辽宁街 第一个想到什么 没有错 就是热炒店 但是你想不到 在这热炒店街上头 你可以找到一家 融合了欧风 还有日风的一个居酒屋 而且呢 往里头一探呢 有相当浓烈的工业风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的菜色呢 也相当的特别哦 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要带大家一起 不是来吃热炒哦 而是来感受一下 这不一样 而且相当有创意的 空间的氛围 那今天非常荣幸 能够访问到 他们的老板 就是BOKI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是的 应该说是餐饮界的大亨啦 对 他经营了很多 非常成功的这个餐厅 但最主要是 今天我们在辽宁街 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特色 是五七酒厂 是 对 可不可以跟我讲这个名字的由来 为什么是五七 然后呢 近来其实完全感觉到是一个装潢 就让人家眼睛为之一亮 而且会好好地去研究 琢磨的一个地方 其实当初的一个想法就是说 因为当然 我的家也居在这附近 那我从小就在这一区生活 以前的这一条街 其实是非常的热闹 当然现在还是很热闹 那我就很希望在这样的一条街 这样的老房子 因为这是一二楼 是 对 那就营造一个 我很喜欢的一个混搭风的 一个和风洋食的一个喝酒 有点小酒馆的感觉 对 其实像国外小酒馆 就会叫做Bistro 可是很少会有Bistro 呈现的又是所谓的居酒屋风 这两个融合在一起 我觉得是一个蛮新的一个概念 是 对 那当然因为本身我经营了很多的品牌 那我个人也非常热衷做混搭 那当然我觉得这些很多 也有一些研究跟考察 因为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到沃沃 甚至到东京 尤其东京的三丁木那边 其实很多的 也是一个和风洋食的酒馆 那当然我也很希望 在这样的一个热炒一条街 能够打造出一些不同的饮食文化 五七食堂酒场的设计为两层楼 一楼是和风的日式板前设计 红色砖墙摆满了许多老板的精心收藏 二楼则是混搭东西方的风格 加上有一大面投影荧幕 有时候可以在这里欣赏球赛 是一个非常自在的放松空间 据说这一二楼的主题都不大一样 当然一楼就如您刚所说的 其实混搭我设定的这个模式 就是说日式的料理跟氛围 以及餐点是60% 搭了一些西式的感觉 尤其在这样的日式料理来讲 叫板前料理 但是我又把这种bistro 这种小酒馆的氛围 比如来我们这边 我希望有一些吃一些日式的创意料理 可是可以搭配不错的白葡萄酒 配一些日式的海鲜 甚至我在音乐上 也是走日式搭在一起的一个风格 就是想让这些辽宁街的 这条街的客人进来 觉得有一些不同于其他的经营方式 但是在菜色的料理精神上 你想要传达什么呢 我当然也很高兴 就是说成熙的这些料理风格 其实是从我其他店的品牌 做了一个结合 那当然像我给我这边的师傅的团队 也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像我的manu每个月都会更换 而且我有一些日式的一些海鲜 都是从宜兰直送 所以变成说来这边的客人 喝酒可以很放松很随性 尤其我们的价格又是很清明 所以其实会经营在这条街上 也不会让你觉得 跟外面的热炒的价钱 会有太大的差距吧 是 是不是 只是另外一种选择 对 因为基本上我觉得 每一个店都有自己的风格 就像我常认为 有些音乐 宗教 食物 其实是各有派别的 那当然我们都是 以最单纯的是食材的新鲜 那当然这样的师傅他觉得 我授权了他们很大的一个发挥空间 那可能可以跟客人交谈 甚至定位的客人 可以预先跟我们的Chef 讨论今晚想要来吃什么样的料理 搭配什么样的酒 对 那这是我想要做的一个 餐酒馆的一个概念 这些装潢的饰品 我刚才看了一下 我觉得都好特别 好有自己的一些个性 都去哪里找啊 其实这应该跟我一路的成长 收藏吗 背景也有关 因为我其实开了蛮多的店 都是我喜欢收一些老件 然后有一些这样的一个物品 跟新旧做一个混搭 那其实是一路这二十几年来 做的每一个店跟餐饮 一路收藏下来 所以也算是一个博物馆级的 这所谓的展览一样 不过最重要的是 我想一家餐厅里 当然它的menu是非常重要 所以在menu的设计上 刚才你说 每一个礼拜都会换吗 还是每一个月 每一个礼拜是有时候 微调 我们配合的厂商 其实他们会有不同传奇 有时候会不同的食材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的menu也每月更换 当然就是说 有些朋友说 不记得我们来吃过的东西 可不可以再回味 当然它可以预先跟我们预定 但基本上我们都想要给客人来 当然它的设定还是日系料理 但是来的每一次都可以跟Chef 做一个想法 或他今天想什么样的心情 想要喝什么酒 吃什么样的料理 其实都是可以跟我们讨论 所以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 量身定制的一个所谓的餐一样 好 不过我想最重要就是 我们还是看看在这个menu上 今天Bokey为我们带来 什么样特别的一些菜色 那我们马上就来上菜了 听完了老板Bokey介绍 五七九畅 在设计上的巧思 和想带给消费者 料理上的新视觉和味觉 而美味的创意料理 即将上桌咯 好 正在她吧台上一字排开 非常丰盛的很多的料理 那当然今天非常荣幸可以访问到 就是这家的店长就是Albert Albert 你好 你好 艾琳 你好 是的 刚才呢 其实Bokey已经讲到 就是所有的料理的精神 还有你们的menu菜色的一些 在每个月会换新 还要配合就是loco 我们当地一些食材 去做一些创意的料理 五七九畅也有我吃九畅的协议意思 所以主厨精心准备许多创意乐理 要来店里的客人尽量吃 首推正店之宝 五载鱼一夜干 是主厨将新鲜的五载鱼仔细处理后 浸泡在调制接近海水咸度的盐水 并加入柴鱼酱油的特制腌料中 经过一夜的风干而成 这个比较好的 好精致哦 这个胡椒盐还加了这个五七在上头 有时候随心情写一些不同的字在上面 所以不是每天都会有字 今天Albert心情好 所以就会有一些不同的字 改天可能是一个爱心 这个最好吃的吃法 就直接拿起来啃 所以就是很随性的料理 好 我把它折起来 皮好脆哦 买回来之后 然后去了它的血管 鱼鳞、内脏都去掉之后 再开始腌 腌完之后再开始晒 所以其实它会有一点点 鱼竿的那种口感 有一点点 脆脆的 然后那个肉呢 其实是满扎实的 虽然它有晒过 但是它的肉不会是很干的 对 然后还是有它的这个水分在里头 没错 但是肉质 咸当中有甜味 是啊 那是因为去掉那血 跟内脏的关系吗 一定要去掉 不然会有血腥味 好好吃耶 所以这下酒菜真的很赞耶 下酒菜 但是我比较好时 旁边的配菜好稀释哦 是我们这边因为要配合店内的装潢 一样是西魂盒 这个是很传统的一夜干的做法 那这个配菜就是用很稀释的 像我们看到牛排旁边的配菜 的炒法跟口味 这道五载鱼一夜干 肉质鲜甜 不会死咸 搭配丰富的蔬菜配料 是一道很棒的下酒菜 接下来介绍的是北海道干贝海胆堡 微微炙烧的干贝装饰着海胆和鱼子酱 搭配淋上和风酱的当季水果 装成在酒杯里 是一道奢华的开胃菜 这个是开胃菜吗 开胃菜 污泥夹在干贝里吗 没错 干贝海胆的一个类似汉堡的感觉 哇 然后上这个花也可以吃 那上面那是紫苏花 可以吃 可以吃 好 然后搭配我们这几天的鲑鱼卵 然后一些鱼子酱 好好吃喔 很新鲜喔 非常新鲜 而且我觉得这个所有的东西搭在一起 它会互补对方 是 对 那个污泥它的一个鲜甜的味道 会把整个干贝它的鲜美的味道提炼出来 然后再来我们可以看到那鱼子呢 它因为有点小小的脆度 所以口感上会有一些层次 对 真的很棒耶 底下呢铺鲜的当然就是我们的 阿卜卡丼 对不对 酪梨 那酪梨其实也是要有季节性的 对 对不对 所以底下是搭配季节水果 那今天是搭配酪梨 好吃 这道是红酒炖牛肉 那用我们自己的香料跟做法去做成我们自己适合的独特的味道 那搭配这个德式香肠 然后旁边的面包就可以去沾着里面的红酒牛肉一起吃 其实德式香肠自己比较已经有咸的口感在里头了 所以其实它会搭配白面包是香肠也可以搭配它 然后底下的之所谓炖牛肉也可以 对 所以底下这边的这个酱汁跟牛肉是红酒炖牛肉吗 红酒炖牛肉 有什么特别的秘方跟配方在里头吗 秘方就是要花很多的时间 加了很多的感情 嗯 下去做的 那肉真的是入口即化耶 我们是选 麦的牛肉 下去炖的 然后里头有这Rosemary的味道在里面 对 所以其实有放入一些所谓的西式的香料在里头 让整个这味道呢更加的浓郁 所以我觉得这道也是好特别 所以这 我觉得你们的口味都是稍微偏重一点点 是为了配酒吗 对不对 真的很有味道 所以呢 像我自己本身是重口味 我就觉得真的很够味 精心熬煮的番茄炖肉 浓稠的肉汁搭配着面包一起食用 不但有饱足感 也别有一番风味 接下来登场的是蟹肉双色乳酪薄饼 不同的食材和丰富的配色 是一道非常适合女生的开胃菜 满足女生什么都想吃 什么都吃一点点的心情 它就是一个还蛮经典的开胃菜 只是我们的用料是比较日式一点 我最喜欢虾软 飞鱼卵 然后有乳酪蟹肉在上头 好吃 这个其实也是下酒的菜 其实乳酪它跟我们的蟹肉混合在一起 变得更加的这所谓的有点奶油蟹肉的口感 再加上上头我们的飞鱼卵是脆脆的 所以它又带出一种不同的口感层次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海胆 然后这个应该是taco吧 没错 芥末章鱼 所以其实用不同的配料摆在这个cracker上头 然后是起司口味的cracker 所以它的味道就变得比较又西式 然后又有这种所谓的日式风格在其中 这道摆盘精致又充满清晰的开胃小点 是不是掳获了电视机前喜欢多变口感的您呢 接下来登场的可是现在人气的韩风烤肉 主厨准备这道欧巴在吃的烤肉 虽然是韩风配料 但是酱汁还是比较日式风味 这个看起来有点像韩风的 对 它的吃法其实跟韩式的烤肉就很像 用生菜包着其他的料 包着肉跟料对不对 对 好 我们就每一个都包一点 然后我们的生洋葱 好 然后再来一点香菇 一点菇类 对 菇类的 菌菇类 然后这个呢 是葱 一点葱花 好 葱花好像在我们的韩式料理就没有特别放进去 这是你们家的对不对 对 非常韩风 而且吃了之后真的就想 真的 就是用比较日式的烟法去烟的 因为它跟韩式又有一点不大一样 对不对 所以其实真的老板就是要突破大家对于传统 不管是各国料理既有的一些观念 所以在这里呢 其实平平少酒 但是品尝小菜的同时 会觉得是我醉了吗 但是呢 脆脆实实你吃到的东西就是有一些惊喜 一般菊酒屋因为要搭配饮酒 所以口味都比较重 而肉类也占比较多的比例 接下来上桌的温泉蛋烤蔬菜 则是一道吃起来非常爽口又健康的料理 如果不想点沙拉 这倒是非常棒的选择 它其实是一个经典的烤蔬菜 只是我们上面有加了一个温泉蛋 那你用那个蔬菜去沾着温泉蛋一起吃 把它的口感变得更滑顺 好 所以要去沾这个温泉蛋对不对 是的 真的耶 一般来讲所谓的焗烤的一些 这个蔬菜的话 它是用起司去做这种creamy的感觉 但是这个呢 完全是用我们的温泉蛋 让它那个蛋汁呢 附在上头呢 就让它更加的顺口了 真的好吃耶 所以上头其实用的应该就是橄榄油了 真的 没错 好吃 所以其实我发现你们的一些菜色 就是常常就会运用一些不同国家的食材 把它融合在一盘这个所谓的菜色当中 是的 就让你有一些不同的经验 对 这一道菜呢是今天主厨 特别 特别 为了你做的 它这个名字比较俏皮一点 叫做什么 叫做促进大发 薄切鲑鱼 什么意思 它是说我爱吃醋吗 不 你看 薄切鲑鱼 对 其实听起来我觉得还蛮俏皮可爱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们的主厨也相当辛苦 常常就是在研发料理之余 还要想一些菜文 这时候在工作中求乐趣了 好 好吃 就是非常非常地爽口 而且我觉得这如果在天气热的时候 吃起来我觉得也是非常美味的一道菜 是 好吃 真的 尤其我很喜欢吃它就是黑橄榄配上 绿橄榄 因为其实这两个橄榄 对于像我们爱吃橄榄的人 可以吃出它的一个不同的口感 所以你在里头就是在咬肉 的每一口 其实你可以感受到不同层次的一个口味在其中 最后这道主厨线上的醋镜大发薄切鲑鱼 铺上满满的黑橄榄和绿橄榄 再淋上意大利油醋酱汁 是一道非常过瘾的料理 搭配白酒非常对味 来到今天我们的餐厅当中 可以品尝到世界各国的一些料理当中 但是也是在一个非常平易近人的环境 然后享受出所谓美食带给你的经验 所以非常谢谢Albert 谢谢艾琳 我们希望同样的你来到辽宁街 除了热炒 现在可以让自己在味蕾上头 有一些不一样的刺激跟惊喜 五七食堂酒厂是一家营业到宵夜场的居酒屋 提供和风洋食 手作料理和调酒的服务 虽然有提供菜单 但是如果您当天又想吃什么样的料理 想喝什么样的调酒 五七酒厂的主厨都会满足您对料理的渴望 是一家以客为尊 随性自在充满幸福感的居酒屋 放上去 去年轻强嘱饭 下来 下来 组合 备为 走 走 今年受到韩剧的影响 台湾吹起韩式炸鸡风潮 不过现在有业者不让韩式炸鸡专美于钱 推出多变的炸鸡口味为卖点 抢供炸鸡市场 努力满足每一位顾客的心和味 其实炸鸡是一份可以令人感觉到很快乐的食物 但是能够呈现一份非常可口美味的顶级炸鸡 那就不容易了 它要具备的重点实在是太多 譬如说皮要薄 要脆 然后要干爽 然后里面内层要浓嫩多汁 这样子的炸鸡吃起来感觉会让你觉得是一种很开心的食物 期望带给顾客心情上的满足 口感与美味固然重要 但健康考量还是不容忽视 我们的炸鸡的产生 最主要的两个原料油品与鸡肉 我们对于油品的品质 都是选用国家合格安全认证的油品 对于鸡肉的要求 我们都是选用当天县载的鸡肉 每天鸡肉送来的时候我们都会抽样检查 肉的新鲜度与食材的管控 我们都有自己的一套SOP的流程 为了呈现炸鸡的软嫩多汁 选择当月县载的去骨鸡腿肉 将其切成30克大小 淋上米酒后 先帮鸡肉放松做个马砂鸡 让肉彻底入味 紧接着再加入独家的秘密配方腌制 经12小时低温熟成后 就可下锅先炸 所谓公寓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要做出顶级炸鸡料理 背后的料理武器 当然也得讲究一番 为了让我们的油品能够保持 在最稳定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也选用了最高级 最精密的微电脑专业的炸鸡 来保持恒温160度 让油品能够在最稳定的状态之下 保持最稳定的一个状况 正因为魔鬼藏在细节里 每一个小细节都不放过 有鲜嫩多汁的炸鸡 也得配上道地的酱料 吃炸鸡才能吃得尽性满足 今天吃的是台式椒盐口味 基本上我是一个还蛮喜欢吃重口味的人 重口味来讲的话 它不是很四鲜 可是又很有胡椒的那种香气的感觉 所以吃起来就是 有重口味的快感 可是又有那种胡椒的香气的顺口 我吃的是韩式辣酱 我个人非常喜欢吃辣 然后汤的辣度非常的够近 然后就是整体口感也非常的好 鸡肉吃起来非常的嫩 也非常的Q 是欢迎的除了道地台式口味 与市场上阵夯的韩式酱料 另外还有台式酸甜 日式酱虾 与美式蜂蜜馅末等 同样也有不少拥护者 我觉得像女生可能比较怕腻 怕油 可是它泰式吃起来是很爽口的 我觉得而且份量没有很多 觉得刚刚好一个女生可以废话这样 我最喜欢点的就是酱酸大脂 是日式的 它的酱汁就是很独特 它有它的香味 然后在底下上面不会有点 在外面卖的那种烂烂 软软的感觉 它吃起来反而是有外酥内软的感觉 我今天吃的是每次脆皮鸡 吃起来有点酸酸的 那有点甜甜的 但它不会像韩西那种太辣或是什么 当然忍不住想要一口接一口 在口味上多元求变 用不同的口味来满足顾客 调剔的嘴 其目的很简单 就是让顾客吃得开心 我们就是用一份妈妈的心 来反戴每一位上门的客人 我希望我们的炸鸡 让每一位客人 他品尝到的每一口 都是一种幸福 都是一种安全 都是一种安心的感觉 希望透过炸鸡料理 让顾客吃到幸福 安心与安全的感觉 保持对美味的坚持与初衷 就像妈妈一样 不断研发用心变换口味 让每一位家人 感受妈妈烹调美食的细心 小邦品牌经典 Happy Diamonds系列 一直对心形情有独钟 今年小邦将之结合缤纷色彩 将此元素注入经典心形设计 赋予Happy Hearts系列全新都会风采 当跨洞钻石和心形 这两大小邦标志性元素浪漫卸构 造就出威美和谐 温然天成的Happy Heart作品 小邦的全新Happy Heart系列 这次代表的就是一种都会时尚 彩色的心情 那一如其名 心形其实是小邦珠宝的 一个经典的设计 在它搭配它的经典滑动钻石 所以我们创造了五个彩色珠宝的系列 包括了土耳其蓝 英国蓝 东京粉 钻巴黎 还有希腊白 我们要将这五个彩色珠宝的系列 带给年轻族群一种缤纷自由 独特时尚的风格 新品发表会当天 歌坛新人杨凯琳 将Happy Heart系列 以多层次的搭配 展现出自然率性的时尚魅力 Hello 大家好 我是Rosie 杨凯琳 然后我今天带的是 Chill Park的 Happy Heart 和Happy Diamond 那这个系列 我觉得很特别 因为它有很多不同的颜色 而且这个颜色 还代表不同的 country 有粉色的TOKYO Turkey的蓝 还有 Pearl的Greece 然后还有很多不同的 so 而且我觉得可以单独戴 也可以穿在一起戴 像我今天就是穿的比较 colorful 然后我就会把颜色这样一起戴 所以真的还蛮特别的 Happy Heart系列 包括项链 耳环 手镯及手链 并释以珍贵彩色宝石 如绿松石 锦金石 珊瑚 珍珠母贝 钻石 及经典滑洞钻石设计 凉凉相望 仿佛上演一段优雅的双人舞曲 轻盈灵动 散发欢乐无忧 温和甜美的气息 充满现代感的风格 缔造出独特而时尚 活力且音乐的珠宝杰作 身为台湾男装领导品牌的 Carnival佳育 2015的秋冬 佳育为让台湾男士们 在穿搭上更显时尚有形 同时提升个人倾向 将多年的口碑延续到年轻族群 以全新的Carnival Generation 首度呈现 今天非常的开心是我们 Carnival佳育的旗舰店 CG Chronival Generation的开幕 那今天的这整个现场呢 就包含所有的男人 只要在这里都可以一次构组 所有的服装呢 不管是从量身定制 到所有的西装 或者是休闲的款式 牛仔裤 外套 一应俱全 当然也包括了很多 台湾很优秀的MIT的设计师 意思就是说 所有的男人只要来到 Carnival Generation 家喻的旗舰店 就可以让你得到 所有男士 应该有着型男的造型的满足 开幕当天 Carnival Generation 力要李悠群 李明川 刘大强 Nick 陈炯渊 四大造型大师 以自身专业的穿搭经验分享 让台湾的男人们 都能轻松打造 专属自己的衣着品味 今天的穿搭 其实就是我平常 最常有的样子 就是比较Carnival Smart的感觉 那因为我觉得 台湾的男人 其实可能穿正装的机会 比较少 除了一些上班族 或者是比较重要的场合之外 我觉得可以把一些 休闲跟正式混搭在一起 使台湾男人 必须要学的一些穿搭的法则 今天我就是 搭配一个黑色的衬衫 然后呢 有一点点略带条纹的 这个西装外套 那我觉得 比较好玩的就是说 印花跟印花的配合 比方说男生 总是一些小细节 会比较注意 所以我领带上面 也有一点小印花 那两种印花 配在一起的时候 一个风格 比较低调一点 一个稍微花俏一点 那这样的平衡感觉 就刚刚好 我今天就是穿了 佳玉新的带一个新的西装 然后因为我比较喜欢是 就是 smart catcher 所以我 在整个配牛仔布之外 我就下面是配了一个 我喜欢的白胸鞋 然后感觉是比较街头 然后比较年轻一点 今天这样子穿搭的模式呢 其实是有特别注意到的说 我们稍微有这样 比较年轻型的族群 像好比说二十到三十岁啊 或是三十甚至到四十岁的 年轻型呢 都会希望能够注入一些 更加青春一点的元气 然后就好比说 Carnival Generation 它是一个完全全的TA 在一个年轻族群上面的混搭里面 例如说 一件比较好的材质 真枝材料 然后配上一个 比较活泼有趣的格子衬衫 以及牛仔布的穿搭 不只可以让你更加地有型 然后同时呢 也可以增加你的品位上面的需求 开幕当天也邀请到 温身豪出行 以一身时尚有型的西装帅气登场 今天非常开心 然后也很荣幸可以穿到 这么浅才年轻合宜的衣服 因为国内自己的品牌 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几乎都穿别人家的品牌 要不然就家喻 那现在很多国际品牌 都进了台湾市场 我们常常也会想说 如果我们可以有一天 穿自己家的衣服 又可以穿得那么年轻 终于被我们等到了 非常开心 都会中的英伦绅士 为Carnival Generation秋冬主题 将正式与休闲完美结合 强调实穿及搭配性 并将西裤的设计 运用至牛仔裤上 让平常轻松的牛仔裤穿搭 就算随意搭上正式西装 也能营造出属于Carnival Generation 独特的英伦风格 中价位机械表领导品牌 美度表可谓双喜临门 不仅销售业绩 从去年至今一路维持两位数成长 历经三个多月的市营运 美度表台北101名品店 于12月初盛大举办开幕记者会 身为品牌之友的英伦绅士 可谓相得益彰 这一支表是美度均有系列 然后这支表的设计是 建筑概念所设计的 它那个建筑设计 是从一个同心圆的概念设计 就是一个圆圈加一个圆圈 好像时间永恒 有个太极的感觉 身为品味型男的凤小月 认为透过完表的搭配 是一种品味的展现 因为现在其实戴手表 对我这一代的年轻人来说 它已经是一个配件了 可能是你定义自己的方式 就是在成长过程当中 你在不同时间 你会喜欢不同款式的表 就是人越活是活出品味来 就是你越活 你待的表就会越有层次 然后我觉得其实这次美度表 它是非常非常有层次的一个表 此外 现场也特别安排 两位凯沃模特 展演Balluna 2 圈勇系列 多款全新立作 相当吸睛 Balluna 2 圈勇系列 小秒盘玩表 以内敛的线条 与协调的姿态 顺及吸引表明目光 位于七点钟位置的小秒 小秒盘则注入更精致的细节 搭配小巧复杂功能的自动上电机心 为Balluna 2 圈勇系列小秒盘玩表 成就圈勇经典 传唱永恒的风范 为了进一步诠释Balluna 2 圈勇系列 十分偏心玩表的细节特色 开幕启动仪式 特别设计为大型表款装置 开幕前 美度表全球总裁Friends Linder 与台北101总经理周德宇 分别为晚表放上十分指针 最后由凤小月将秒针置于50秒的位置 随着机械表特有的滴答声传来 秒针精准运行至60秒位置 宣告美度表台北101名品店正式开幕 冷静自持的杨景华加上热情如火的天心 看似不搭嘎的两人 透过长达八个月的拍摄期 串起了革命情感 这次合演文学大戏 以把亲戏份平均 攀起对奖项的渴望 以手握一座金钟奖的天心大方让衔 让你让你 明年让你 杨景华则不会演想拿奖 当然希望作品叫好又叫做